而春节期间呢 不少人也喜欢到这邢天宫来参拜 除了有著名的关神帝君之外 其实就是邢天宫的便利性了 不管是文湖县还是卢州县 只要坐捷运出站步行几分钟 就能够到达 不过其实呢 邢天宫离市区境外呢 这周围的美食也相当的吸引人 赶快跟着镜头一块来看看 手转河时 前程默念 幸福用路邢天宫 大谢众神明一年来的照顾 我们台北市的人 大部分都会来这边拜 因为越接近过年除夕的时候 这边会越多人来 这一圈圈的排队人潮 等着就是站在第一排 身穿蓝色衣服的寿金婆婆 婆婆拿着两柱箱 手势比来比去 看似简单的仪式 说过婆妈都说 真的能够平安一整年 我觉得拜完之后 真的有比较健康一点 对啊 然后就是拜完 就是有不愉快的事情 来这边就是会比较心安 行天宫香火顶圣车观圣地军文明 被信众奉为商业保护神外 行天宫地理位置家 捷运文湖县 鲁竹县通通都可以直达 而来到这里 外围的知名美食 更是不能错过 大门前的小檀位 尤其以冬粉和油饭 加入甜甜辣辣的泡菜 特别好 玫瑰大门一堆出立刻吸引 满满的人潮强满 玫瑰一开顺 想要好运报到吗 连接走春不用走远 捷运能到行天宫 人气哄不让 记得这段综艺奖会台北财富